那杨夙你什么时候来到了波卡拉 我来的时候波卡拉我来的时候是这样的 波卡拉我第一次过来那个时候 201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藏族传节过年 那个时候我老板说你去玩吧 他们也回国 然后我就过来这边玩的 因为这个时候我自己有钱嘛 过来我带了这边一个星期碰到了我老公 那个时候我没有接受 在这边遇到你老公 对不是是这样的 第一次我从波卡拉走的有公交车 早上六天 从那里我们一个公交车一个路 他也是要波卡拉来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不认识 本身看到他住在那个档上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不认识 那个时候也是没有讲话 那个司机说你住在这个凳子上面 这是空的我说我不要 因为为什么我需要称呼 我要看外面 我不想走那里 然后我没有跟着他走 然后我来到这边 然后碰到他了又在那边 在下面一个餐厅里面 我在那里走走 喝喝茶出个烟那里带着真的 然后到了那里 然后老公说嗨 我说嗨 我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他说我们是那天过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车子里面嘛 就这样 然后那个时候说几句话 然后他说那你在这边干什么的 我说我过来随便玩玩的 我们因为西藏人过年我也没事干家 我就过来这边玩玩 那你怎么你们两个是怎么到一起的 第一次对 第一次我们在这来说就这样几句话 然后他说他也是有卫星 他说能不能加我 他说他也认识很多中国人 他问那时候会讲几句话中国 你好啊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那些都会 然后我感觉 这人怎么会中国话呢 我就这样 他说他有很多中国客人会议的 我们这样聊了 聊聊聊 他说他很喜欢我 我说我们认识就几个小时了 你怎么习惯我上了 确实是真的 这些男人真的真坏啊真的 那你老公是印度人是吧 对是印度人 你跟他结婚以后 在一起以后 你觉得这个印度人怎么样 不好 怎么不好 因为呢他们都是 他们看到我们 我们是就是外国人 他们就是为了钱 他们也是不会吃苦 就是第一次对你好 说的好 可能就是那种 但是慢慢就 他就要花这个钱 他说他要开店 什么什么 然后我说我存了一点钱 我存了一点钱自己 那家族上班那些钱都已经存了 自己也没花 然后存了一点 然后他说他要开 他也会卖卖卫金的店 卖卫金的店 他说他以前做这种生意 他说她没钱 那你就好啊 那你如果做的话 那我就出钱我们开吧 你出了多少钱? 我出了人民币11万 你在家族自己赚的? 嗯,那个上面是3万,人民币3万是我爸的钱 其他都是我自己的 然后就在这开了围巾店? 对,然后这里开了店 然后买围巾啊,买这种保湿啊那种 那你为啥说他们不好? 因为那他就开店了以后 然后我也,然后慢慢就我也欢迎了嘛 然后欢迎了,我也不出去嘛一般 欢迎自己一个人 我也不认识这位婆婆的事都我不认识 然后他去开店,他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 我就百分之一百相信他 但是实际上开店了以后就他不在,不待在店里面 嗯,店里面外面放两个凳子 放东西自己去,出去泡妞 就是泡妞的也是我们中国女孩子 那你怎么知道呢? 后来知道吗? 他是这样子,他是来到很多中国旅游的女孩子来 然后问他们住在哪里,哪个宾馆里面 然后我也卖这种东西 他就那样去跟着他们 然后跟他们,请他们咖啡 然后慢慢就跟他们就约会 然后这样 他没得骗我,他有中国女朋友 有很多 那你发现了你怎么去处理的? 怎么解决? 我问他了,他没有答应 他说他没有 就是不承认 不承认,对 他一直都不承认 现在也是一样 不承认 我亲眼看见,亲眼你到哪里去去 我就都亲眼看见 还有他自己的有一个好朋友 他也告诉我的 他说你老公是这样的人 你已经有了孩子了 我特别难受 你个孩子,那孩子怎么办 他跟我说 我第一次不相信 然后后来我就跟着他 我就知道了 就在那个 就在那个兰花前厅后面 有一个前厅宾馆嘛 就是 那就是在这边 就在这里嘛 对呀 他每次都这里病了 这里带我们旅游的女孩子很多 对,宴朝 对 那你们吵架的时候怎么解决 是动手吗?还是 不是,我跟他说嘛 我不喜欢动手 然后我跟他问 你说实话 你有这种的话 你为什么不给我手 你怎么这样对我 你为什么骗我 我已经有没有 已经孩子了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帮 我已经给你要的都给你给了 那个时候 有时候他每次给我说 店里面没有货了 什么什么 没钱了 然后我最后 我没有现金自己手上 没有钱 我没办法 我给了我自己的 我自己买的箱子 金子的 人民币一万多 然后一个戒指 总共人民币两万多 我都这都卖了给他的钱 有了 但是他是这样的 然后他拿了钱 他去抽大马 那个时候 还有打针 打针 是真的 这是说实话 我没骗你 什么针 就是毒啊 那个他说 那个打针 一个是 一笔五百 打一次 五百 他不说 然后他这些钱都骗我 从我手上 然后去 另外女孩子 给他们 那他打过你吗 打过 打过很多 那你是怎么解决 你就是 我打不了他呀 报过警吗 报警的意思 警察都不管呀 尼泊尔警察都他们说你们家里 你们 你们两个父亲打架 关我们什么事 你们再怪了里面的话 我们两个人都放里面进去 这样说 就是尼泊尔这边法律 就是老公打老婆警察不会管 不管 这些都不管 不是他们的事情 这样说 那就是这边女人没有地位 对呀 反正有就是很多人嘛 你看现在 一个男人 为什么要娶两三个都随半个 因为他们不管国家 在这边尼泊尔 一个男人可以娶两三个老婆吗 对呀 怎么娶 可以呀 你就在这边娶一个 就放又换一下一个地方 不认识一个地方 就可以娶一个 放在那里 这里有两三个孩子 那里有一个一两个孩子 警察不管吗 不管吗 管得了吗 没人管吗 要不然警察要管的话 我们一定要付警察钱 你要管这个 嗯 我们不付钱一份钱 他们不然 不会管的 真的说实话 就是说你要报警 要还要给警察钱 警察才会去管 对 那他们怎么管 那你要给钱的话 他会赚到我的队上嘛 赚到我的上面来嘛 原来是这样 对 但是我看这边警察 对外国人是挺好的 外国人挺好的 因为他们怕嘛 怕外国人 对呀 因为这边警察 他们工作也掉嘛 那就 有这边有很多人 我看他们警察 是在马路上 就打尼泊尔人 但是他不敢打中国人 那时候 说都不敢说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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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是尼泊尔人的安人嘛 怎么会打呢 不会打的 他们会假装看到 你们中国人 有些人 他们警察看到也不会理的 因为他们知道 是这样的 这里